嗨,大家好,好的,那我们就继续来开始我们第八课的课文一 La Civilization Black Colombinas 什么叫做Black Colombinas呢? 就是哥伦布到达之前,大家知道,这个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OK,那么他其实在这个到达新大陆之前,这个拉丁美洲已经有一些个自己的文明在里面了 然后呢,我们今天就来学习的是这个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的那些个文明 这个题目是这样解读的 Las Civilizaciones Black Colombinas OK,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段 Antes de que Cristóbal Colomb llegara al Nuevo Mundo, en los vastos territorios de esta región se habían desarrollado múltiples civilizaciones, algunas de las cuales habían alcanzado notable prosperidad y esplendor 这句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Antes de que,首先在这里面 Antes de que,它一定是需要使用虚拟式的 Antes de que,这里面也没有例外 对不对,在哥伦布到达新世界之前 这里面是一个虚拟式的过去完成时,对吧 OK, en los vastos territorios de esta región 这一片地区,这一片地区, esta región指的是啥呢 其实就是换词嘛,其实就是换词 就是指的上面这个 Nuevo Mundo OK, se habían desarrollado múltiples civilizaciones C加上了一个复数第三人称 C加复数第三人称 首先我们考虑90%以上有可能是什么 字符被动句,对不对 那我们来找吧字符被动句的主语 是不是 civiliza thinness OK,在这里面又来了一个过去完成时 这个其实非常好理解 在哥伦布到达之前 在过去之前已经发生且完成的动作 用了一个过去完成式 还是一个字符被动的过去完成式 OK,已经发展了很多的文明 algunas de las guáles Las guáles 因为这个关系带词 离我们的先行词稍微有一点点远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用了guáles 当我们的关系带词 关系带词就是这个东西 离我们的先行词稍微有点远的时候 我们使用这个guáles OK algunas de las guáles 他们中有一些个habían alcanzado 已经到达了 已经到达了 notable 这种明显的显著的prosperidad y esplendor prosperidad是我们这个繁荣 繁荣的一个名词 OK,esplendor,光辉 是不是 今天这句话 这段话整个来解读呢 就是在哥伦布到达新世界之前 在这片地区广茂的土地上 已经发展了很多文明 他们中的一些呢 已经达到了非常繁荣和光辉 非常繁荣和绚烂的一个程度 OK 这个就是课文的第一段 OK 好的,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继续往下看 Balefe这个词好像我们说 它是一个不及物动词 对不对 那这里面是什么呢 这里面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然后这句子的主语到底在哪呢 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是不是 Balefe goza sin sentido 像是没有意义的东西 什么是像是没有意义的东西 在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动词原型 对吧 在这里面是一个动词原型 做Balefe的一个主语 就是构成一些个假设来做一些个假设 像是没有意义的东西 在这里面 这里面其实是一个补语 是一个补充说明的意思 在这边并不是Balefe的一个宾语 因为Balefe它是一个不及物动词 是一个补语成分 OK 那就是什么呢 来做一些个假设 对于什么做假设呢 对于 Hechos historicos consumados 已经完成了的这种历史的现实 来做假设 这个事儿 整个这个事儿 做Balefe的主语 像是没有意义的东西 虽然这个东西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好 OK 这一个复合条件式 C引导呢 条件从句里面 主句使用了复合条件式 从句使用了 Uvera Destruido 这是不是对于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和结果进行双成的假设 就是这个事儿都已经完成了 但是如果我们就是不切合实际的来假设一下 在这里面 所以它主句使用了一个复合条件式 从句使用了一个虚拟式的过去完成式 会到达哪儿呢 什么东西会到达哪儿呢 这些个古文化 这些个古文化 会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如果说没有破坏 这个Las指的是什么 这个Las指的其实是上面的这个Egulturas 如果没有把这些个文化破坏 什么东西把这些文化破坏 这个外国的入侵 所以这句话整起来 整起来我们来算一下 就是如果说外国的入侵没有把这些文化破坏的话 那么这些个古文化 它们会到达一个什么地方呢 它们会到达一个什么程度呢 开始做假设了 对吧 上门说这个都已经发生了 我们做假设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我们不禁要问 如果说外国侵略 没有把它们回味掉的话 它们现在会是多么的繁荣 对不对 这个地方 整篇课文的一个基调 就定下来了 OK 我们来看 继续往下看 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就来讨论一下 咱们又来说一下 谈一下这三个最被知道的 在这里面 mejor mejor 是做一个副词 在这边mejor 是做一个副词 这边可以理解 如果说它是形容词的话 它就用mejores了 在这里面 它是一个副词 这三个最为人知道 是什么分别是什么呢 Azteco La Azteca 其实指的是 La Cultura Azteca La Maya La Cultura Maya La Cultura Inga 讲的分别是这个 Azteco文明 Maya文明 和印加文明 OK OK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Los Aztecas tuvieron como capital La ciudad de Tenochtitlan Sobre cuve ruina Se alzan Se alza ahora La ciudad de México 在这里面 Los Aztecas 这些个 Azteco人 tuvieron como capital 这个地方不需要多讲 多讲了吧 就是有什么东西作为首都 有什么东西作为首都 那什么东西作为首都呢 是他们的首都呢 La ciudad de Tenochtitlan 这个应该是 阿斯特克语里面的一个词 这个城市 Tenochtitlan 这个城市呢 是他们的首都 首都 OK Sobre cuyas ruinas 这个 Guya这个词有点意思了 这个呢 其实就相当于英文里面的那个hus 相当于英文里面的那个hus 它和先行词的关系 是一个所属关系 就是 它的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关系形容词 所以 它是一个形容词的性质 所以呢 它必须要和它后面所修饰的这个名词 保持性数的一致 这个词是废墟的意思 OK 那就是在它的废墟上 谁的废墟上 先行词的废墟上 所以这个词 这个词呢 它是一个所属关系 那是一个所属关系的一个定语从具的一个关系形容词 就是先行词的废墟 在先行词 在Denochtitlidran的废墟上 OK 这个词等一下我们会中文讲 OK 它们有很多的 然后它们种植玉米 尖椒 番茄 西红柿 然后还有可可 还有烟草 然后呢 它们拥有 不太多的 不多的 少到特别少的 Bogos Animales Domesticos 是这种家养的 这种动物 这种动物 家养的动物 比如说狗 火鸡 以及 这个 蜜蜂 以及蜜蜂 OK 我们继续往下看 继续往下看 Mostraba tambien mucha habilidad en la artesanía 带ían enteras de algodón y fabrican objetos de cerámica y de diversos metales 那我们来看一下 Mostraba tambien mucha habilidad 他们还 表现出 他们还 同样也表现出 非常大的 这种能力 在什么方面呢 在这个 手工业方面 在手工业方面 OK 它们会 仿制一些 棉的 布料 会仿制 棉的布料 然后呢 会生产 一些个物件 什么样的物件呢 是陶瓷的物件 以及 不同的 金属的物件 在这里面 de cerámica y de diversos metales 都是用来修饰 就是这个 objetos 都是用来修饰 objetos OK 我们继续往下看 呢 跟一种很成功的 工具 都建计 工具 这个发达是用来学习这个科技的 他们发明出来了 他们发明出来了一些个机器 然后呢是有着非常精巧的这个结构的这种机器 非常结构的精巧的这种机器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一个鹦鹉 是动舌头的鹦鹉 然后摇头的鹦鹉 然后拍翅膀 还有这个鹦鹉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后面 这个鹦鹉后面根本是一个定义丛具 定义丛具里面是这个鹦鹉都能干些什么事 会动自己的舌头 然后摇头会护衫它的翅膀 然后呢或者是一个母猴 这个母猴呢 它这个去防制 然后呢用一个梭子拿在手里面的梭子 在这里面后面这两个其实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点 都是一些个生词 是用来修饰和形容这个他们做的这些个东西 做一鹦鹉的一母猴 Mono Mona这个词在这里面 再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在西班牙的西班牙语当中 不是在拉美不行 只有在西班牙的西班牙语当中 Mono Mona它除了有猴的意思之外 它可以做形容词 相当于英文里面我们那个Cute 就是可爱的 我们经常可以说一个小动物 比如说我们家新生的这个小猫 完了之后呢 本来人是猫 但是呢我形容它 或者说Gaymonos Gaymonos 好可爱啊 但是其实不是哇这些猴 其实是真可爱 所以有的时候 当这个如果说在西班牙有人夸你Mono的时候呢 你不要以为它在骂你是猴 它是觉得你非常可爱 OK好这一段没有什么需要过分解释的东西 OK好我们继续来看 就是我们下来看 Qué avances tecnológicos habría obtenido este pueblo si su cultura no hubiese sido truncada por la conquista española 在这里面同样 同样是一个西引导的条件剧 主剧里面使用了一个复合条件式 从剧里面使用了一个虚拟式 过去完成式 在这里面都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 作为不切实际的这种假设对不对 就是什么样的这种科技的发展 他们会取得 主语是谁啊 是este pueblo这些人民这个部落或者说这个民族会取得什么样的科技的这种发展 如果说他的文化没有被断送 没有被断送 没有被夭折 使夭折的意思 这里面是断送使夭折的意思 OK 没有被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把它换成毁了 如果是因为前面已经用到了destroy了 所以我们其实相当于换了一个词 换了一个词 OK 没有被毁掉 被什么毁掉呢 被西班牙这个征服 所以毁掉的话 那么他们这个民族会取得什么样的这种科技的发展呢 什么样的科技的这种进步呢 OK 是不是 又开始向自己提问题了 OK 我们继续往下看 Los mayas vivía en el sur de México península de Yucatán Y en américa central Honduras Y Guatemala Se trata una civilización notablemente notablemente superior a muchas otras Los mayas 这些个 maya人 他们当时 居住在 Moxico的南边 Moxico的南边是哪呢 Cohu península de Yucatán Yucatán 这个 Pando 然后Y en América central 还在中美洲 Kohu Honduras 和 Vidima OK Se trata de Tratarse de Tratarse de 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就翻译成是 就翻译成是 是一个文明 是一个文明 什么样的文明呢 是明显的显著的 Superior Superior 有一个 它这个形容词的意思是 比什么什么之上 在什么什么之上 或者高于谁谁谁 它如果做名词的话 就是我的上级 我的领导 OK 它是 它是 文明 是一个显著的 明显的 高于其他 otras civilizaciones 高于其他的 这个文明的一种文明 OK 这个是 这一段 然后这是这一段 OK 我们继续往下看 继续往下看 《继续往下》 小时的文明 这个玛雅人民他们建筑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非常宏伟的这些宫殿以及金字塔 金字塔不仅埃及有 咱们玛雅人也建过金字塔 现在在墨西哥境内就可以看到 建造了这种宏伟的宫殿和金字塔 雕刻了 这个词我会组终讲一下 雕刻了并且画了漂亮的非常漂亮的 原型没有 在这里面是一个形容词的绝对最高级 对吧 非常漂亮的这些歌名胜古迹 明胜古迹 动词原型 crear 创造了 una escritura hieroglífica 一种象形的文字 一种象形文字 antes incluso 甚至先于 甚至更提前 先于什么呢 que los hindúes 甚至比这些个 hindú人用得还早 甚至比 hindú人用得还早 就是在计算当中使用零 甚至比 hindú人还早 ok 这是这一段 ok 好的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继续往下看 Si los españoles hubieran llegado antes de 1437 habrían visto todas esas maravillas en todo su esplendor 那在这里面 是不是又是一个 条件句里面 从句使用虚拟式 过去完成式 主句使用 符合条件式的情况 那这个还是对于 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 进行条件和结构的双重假设 如果说这些个西班牙人 已经到达在1437年之前 已经到达的话 那么他们就能已经看到 所有这些个美妙奇迹 在它最鼎盛的时期 en todo su esplendor 在它最鼎盛的时期 那同样是对于这个 已经发生的事情 进行不符合实际的假设 ok 当他们也到达这些 在地区檐中 在高谲西方 那它们到达 通过什么就到那呢 通过这个 打开的路 被这打开的呢 在149年 打开的路 通过这个路 在这条路上 在这里面表达的是,表示的是,持续什么状态多长时间。 这个文明已经消失了很长时间了。 怎么样消失呢? 神秘消失。 重点是,持续什么状态,持续多长时间。 这个文明没有消失。 直到这些个考古学家,sagara la luz,是公布于世,或者说是挖掘发掘。 挖掘出来他的这个bestitios,遗迹,occultos,隐藏的遗迹,在哪发现的呢? en las selvas tropigales,在热带雨林里面。 直到这些考古学家在热带雨林发现了他的这个隐藏的遗迹呢? 这个现代社会才有关于他的消息。 这个他者是谁啊?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个cultura。 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个cultura。 OK,这是这一段。 OK,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el imperio de los ingas,印加人的这个王国,印加人的这个帝国。 印加帝国呢,el mas grande entre los estados de la América precolombina。 它在这里面是一个插入语,是一个同位语做插入。 最大的这个,在哪最大的呢? 所有的这个这些个国家,哪的所有的国家呢? 前哥伦布美洲。 这个印加帝国它是前哥伦布美洲,就是哥伦布到达之前, 美洲最大的,你看好,而且是最大的,没有之一。 没有之一。 在这个所有国家当中最大的这个。 OK, en el aborreo de su poderio. 在他的这个高潮鼎盛时期,在他权力的高潮的鼎盛时期。 OK,这里面通通都是插入。 这里面通通都是插入。 在这里面我们把句子补全,其实是相当于el imperio de los ingas, 但是, tuvo una influencia, marcadamente Andina, y llegó a pagar los territorios del Perú, Ecuador, Bolivia, parte de Colombia, de Chile y de Argentina. 这句话其实相当于是只有一句, 这些全部都是插入语的成分。 OK,印加帝国呢,有一个影响, 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个显著的安提斯的影响。 显著安提斯的影响。 到达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地步。 到达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不用执意, 这个我们意义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甚至包含了那些领土。 谁的领土呢? 比鲁、厄瓜多尔、布利维亚。 哥伦比亚一部分。 智利一部分和阿根廷一部分。 在这里面其实感觉好像很长, 但其实是一个简单句。 一个并列,前后两个并列句。 是印加帝国有一个很明显的, 安提斯的地区, 在安提斯地区有一个很明显的影响。 然后甚至到达了它的领土, 涵盖了这个秘鲁、厄瓜多尔、布利维亚。 以及哥伦比亚、智利和阿根廷的部分领土。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OK,在这里面, 括号扩起来的这两个部分呢, 通通都是它的这个同位语。 插入的这个同位语。 印加帝国是这个, 前哥伦比美洲最大的这些个, 这些个国家里面最大的这一个, 完了在它最顶盛的, 在它权力最顶盛的时期, 它是有一个什么, 非常明显的, 在安提斯地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影响。 然后它的领土包含等等等等等等。 这是这一段。 OK,我们继续来看, 继续往下看。 Para dominar tan vasta extensión, 想要走进去, 这只能像当下的能量都建议, 这一切太大圈运动。 这只能够到它这个大圈运动。 在这一枚之间, 你利用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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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一枚的大大圈运动。 为了来, 他提立了这个, 那么广泛的, 这样的一个干部困难。 这一枚的圈运动。 这一枚的圈运动, 如果你能够能够动起来, 这样的圈运动, 都可以。 已经怎么啊 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网 什么网呢 这种道路网 OK 这个道路 这个什么 这些个道路在这里面跟了一个定语从据 在定语从据里面做这个的 Enlazavan的一个主语 Enlazavan是连接的意思 这些个道路呢 连接了首都Guzco 和那些个角落 最遥远的角落 这个帝国里最遥远的那个角落 OK 这一段顺一下 为了来统治如此的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面积 然后建立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道路网 这些道路连接首都Guzco 和这个帝国最遥远的那些个角落 OK 继续往下看 Frente a semejante rival Los españoles no habrían triunfado fácilmente Si no se hubiera encontrado con una gara fidel entre los dos sucesores de la idénica 好 面对这样一个对手 这些个西班牙人 No habrían triunfado OK Si no se hubiera 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 在这个si引导的条件句当中 从句使用 虚拟式过去未完成主句使用 复合条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还是对于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假设 进行假设 面对如此这样的一个对手呢 这些个西班牙人不会胜利 轻松胜利的 如果说没有发现 没有出现一个内战 在这两个继承人 谁的继承人呢 印加的这个继承人 这个地方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说印加人的两个继承人 如果说印加帝国的两个继承人 他们之间没有内战的话 那么西班牙人不会如此轻松胜利 OK 这个是这一段 看到整篇课文都是在讲 这个对于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假设 他用的这个si引导的这个条件句 通通都是主句是复合条件式 从句是虚拟式过去完成式 这样的一个情况 OK好的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一段时间 因为凶着这种继承人 这两个人都不想拒绍 这些私人都不想拒绍 为真心的 这一段时间 关于为非证明真心的 区别人 上岁回来 这位总装的 这一段时间 这位总装的 要是罂了 这位总装的 不同产伤日众 在其他想法上 这位总装的 还有也有所存在 这位总装的 ouili术 就等于恩恵 虽然是在他的完全被打败之后 这些个自豪的 这些个骄傲的儿子 谁的儿子 太阳之子 这些个骄傲的太阳之子 他们怎么样 在这里面是一个 复动词表原因 他们不愿意屈服于这些个入侵者 不愿意屈服于入侵者 因为这个事 他们逃到了最远的 什么最远的呢 这些个山上最远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他们建立了 还有什么别的东西 在这里面又是一个插入语 我们先不看这个插入语 他们建立了 La ciudad de Machu Picchu 他们建立了Machu Picchu城 马修 Picchu城 OK 那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看插入的部分 还有其他的一些个 宗教以及民事中心 就是除了建了马修 Picchu之外 他还建了一些个别的宗教的 和这个民事中心 我们发现西边亚人这个行文 他就特别喜欢插入 特别喜欢插入 这种呢 就让我们特别的 没有办法去翻译 那我们怎么办 就是把插入的成分 我们中国人插入的成分 我们就先把它都去掉 都去掉 这个地方 其实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其实就是 Donde fundaron la ciudad de Machu Picchu OK 然后再回过来 Entre otros centros religiosos y civiles 这个顺序是我们中国人 比较舒服的一个顺序 中国人比较舒服的一个顺序 OK 这个Machu Picchu后面又跟了一个 同位语 然后又跟了一个同位语 插入来解释一下 Ahora un importante centro turístico de Peru Machu Picchu呢 是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景点 这个比鲁的一个景点 OK 好 这个是这一段 OK 好的 我们继续来看 就差一点了 就差一点了 我们暂时不需要去看的 暂时不需要去看的 OK 这些地方我们暂时都先不看 再先不看 就是当我们这个浏览 它的这些个建筑 加工过的这种 加工过的这种石头的这种建筑 当我们去浏览 这个加工过的石头建筑 然后来走它的这个街道 OK 后面这些我们等会再看 的时候 一个人呢 会有一个奇怪的感觉 非常奇怪的感觉 是 Dificit de explicado 一个非常难以去解释的 一个奇怪的感觉 就好像是 Como si Como si 后面是不是只能接虚拟式的 过去某种时代 你要么接的是虚拟式 过去完成 要么接的是虚拟式 过去完成式 就好像这个空气 空气在这个地方 建立了一个交流 和这个石头城 以及这些个山 在这个地方 就是Ascomo si 就好像是 还记得这个表述吧 就好像是 这个空气呢 它建立了一个交流 是什么 和这个石头城 以及和山脉之间 在这交流 给人这样一种 奇怪的 难以解释的感觉 OK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里面这些个词吧 就是走它的街道 它的水局 它的这个石头墙 它的这个台阶 它的广场 它的宫殿 等等等等 这个地方 这个我们把这一段 再来说一下 当你在这个地方 浏览 浏览它的这些个 经过加工过的 石头的建筑 并且来走它的街道 水渠 石头城墙 石头墙 然后台阶 广场和宫殿的时候 一个人会有一种 奇怪的 难以解释的感觉 就好像是空气 建立了一个 一个 一个对话 和这座石头城 以及和这些个山脉 建立了一个对话 OK 这个是可文一 啊